有本事通通事先講 昨天前端節目跟各位分享 1、2、3法則免費的超強教學有沒有 1是突破2是拉回 因為長均線金差都會有2拉回的慣性 1突破2拉回3攻擊有沒有 給各位完整事先的這個預告有沒有 今天果然噴出超過百點有沒有 那泰茂今天又噴了8% 然後洪基資訊又噴漲停 APP叮咚通知的箭頭標股 包含了高橋、成田、月豐全噴漲停 另外昨天是不是邀請 邀請全新的AI標股有沒有 深層式的AI今天一樣噴漲停 未來隱含目標有82%的獲利 今天直接亮燈漲停 你3月份錯過利得噴7成9 我跟各位預告過 利得第二未來EPS有10倍數的成長 今天漲盤中漲7%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好 今天節目跟各位驗證 MACD果然一收腳就攻擊之後 那最大的急速的金差擺在眼前 那這個金差的加持之下台北股市 能不能一波攻上萬六呢 請重新今天精彩節目 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鼓 曾經的節目 今天是4月28號 4月的最後一天台北股市 昨天是我跟各位先做教學 長均線 長天期均線 最大急速的均線 半年線跟年線出現金差 會有我們很慣性使用的一二三法則 你過去不認識江江或者說 你從沒聽過一二三法則 經過我昨天教學之後 今天果然噴出是不是印象很深刻 學起來 任何全值股 那個沒有量的中小型股 可能有時候會有偏差 有量的全值股 基本上1000張以上的股票 或者說任何的指數 任何國家的指數 而後在你生命中 只要看到長均線的黃金交叉 或者是死亡交叉 你都會想起江江昨天跟各位分享的 超強的一二三法則 沒有錯吧 學起來 不斷的進步成長 未來會有更大的獲利空間 好了 待會都會分享 跟各位舉證 為什麼我們認為 上一次的季線跟年線金差 漲起來750點 這一次的級數比上次更大 所以基本上他一舉功過 萬六機會是很OK的 來先看我的結論 今天驗證MACD 果然一收繳就攻擊 另外今天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待會你認真把它學起來 這是最大級數的均線金差了 這個金差100%獲得確認之後 未來只要守住一個關卡 這個關卡待會會跟各位做分享 跟各位打字跟各位做註解 只要關卡守住之後 台北股市我認為能夠有機會 一波攻上萬六甚至更多 待會來做詳細的 完整的解說跟教學 另外投資朋友你看 因為是123法則今天噴出了 然後半年線跟年線金差 就是大的趨勢 長均線可以看出台北股市最大的趨勢 下禮拜開始記住 只有這個數字只有這個支撐 台北股市從現在開始 只有一個支撐叫做15337 這個支撐只要沒有跌破這個結構 多頭結構不會被破壞 那多頭結構只要沒有被破壞 就會有什麼 更多的組成金錢美包股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做來做把握 你看有沒有 另外因為是五一連假 休三天的關係 所以我們戰報會延一天 在4月30號會出刊 除了跟各位講 這個半年線年線金差之外 去年史差有沒有 史差跌3300 反推 史長均線史差跌3300點 那長均線金差有沒有機會漲3300呢 要有正能量 另外我還會再搭配總金 很棒的總金的分析 還有產業循環的分析 請你一定要鎖定 確認賭定會有更多標股 所以這個禮拜天五一連假的第二天 我們粉絲團會有最強的免費戰報 請各位一定要鎖定 投帽你來看 然後另外各位分享一些事情 那也因為我們從個股的轉折看到 未來三個月有為數不少 有一半的股票月轉折 糟糕了扣高 扣三高 當月轉折扣三高 它不會不斷噴出 它最強就是去年整理 所以投帽你一定要換股 所以你一定要換股 一定要把手上的弱勢股 換成祖生AI箭頭的標股 這樣第二季才會有最棒的獲利 先各位做提醒 整個邏輯這個架構證據 我會在本週日的最強戰報 在粉絲團跟各位完整的免費做分享 投帽來看這個 你看當初155的宏基資訊 是不是AI的最強的主流 是不是買第一天 永遠鎖定17匹馬力帆多第一天 好你看出現買訊之後 你看買點出來之後沒有賣訊 沒有賣訊的結果是今天我們看這個宏基資訊 今天宏基資訊又噴漲停了 來看6811有沒有今天一樣又噴漲停了 是不是你說選對主流抓住主流之後 然後配合AI的APP 你可以輕鬆賺取到暴利 有沒有我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你錯過宏基資訊你要怎麼辦 全新的AI主申請來標股有沒有 未來三年的每年年付和成長率都30%以上 1乘1.3再乘1.3再乘1.3 它就超過一倍了是不是 所以你看隱含獲利目標82% 今天量的漲停 來投帽來看昨天 這是這檔AI的標股投帽有沒有 是不是很明確 扣3D 你看股價昨天在這個位置 轉折比未來 轉折比未來 預告值有沒有看到 鏡頭力道轉折力量是往上的 是不是很奇怪 這是我們的技術 由技術打造出來的APP 超強無敵萬歲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好這是昨天的這檔AI生成4的大標股 那今天噴出 那就是昨天的K線有沒有 還帶上影線 昨天還帶上影線 今天直接亮燈噴出 懂我意思嗎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另外來看立得 3月15號 叮咚通知全國每個會員跟用戶 然後未來有200億的大訂單 園區獨家第一手訊息 好抓住之後你看到什麼 箭頭 是不是相輔相成 有最強大的基本面成長資訊 有最強的AI箭頭跟你做輔助 長虹修行 我記得當初我跟各位預告的時候 邀請的時候 來跟各位講什麼長虹 是不是 上升三法的預告 後面你完全獲得驗證 是不是一模一樣 7成9好唯有也跟各位講 紙疊訊號在15284 果然進入這個區間之後 你就要把握機會有沒有 立得第二 昨天才邀請 今天盤中噴7% 所以一樣 我們這個優惠下個禮拜二會結束 因為今天是優惠第二天 下週二會結束 請各位把握機會 立得第二 未來EPS暴增10倍 暴增10倍 等我意思 未來的EPS是暴增10倍 所以它絕對是長線最具潛力 翻倍的標股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 這個優惠吸收會期 持股診斷 幫你做換股 APP送給你 到下個禮拜二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 首先節目幫我訂閱跟按讚跟分享 然後QR Code掃起來 禮拜天我的最強戰報完成之後 會發訊息 請你到我們粉絲團的右上角的筆記本 來看我們幫各位規劃的5月份的行情 為什麼我認為一波攻上萬用機會 已經變大了 先跟各位做個簡單的初步的分享 來 投資朋友你看 有沒有 上個禮拜是不是先回 投資朋友你看 KE在這裡講未來 因為扣高所以會回撤 這個支撐在15337 然後扣低之後就會噴出 沒有錯吧 所以遲早都是會過5萬6 然後有沒有台積電 預告 投資朋友你看這個就不得了了 台積電的轉折 2330 有沒有是不是 下週493 兩週489 是不是 昨天最低489 沒有錯吧 來有沒有 從你看 站在本週角度看台積電的未來 投資朋友扣3D 是不是你看 這裡扣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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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扣3D 請問答案是什麼 過去三次的扣3D市長 有沒有 請問未來三週呢 答案是不是呼之一出 太簡單太輕鬆太無敵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了 然後再來是不是 每一波的跌勢結束 都是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去年127月12是如此 今年出的14001也是如此 1521也是如此 那這一波也絕對不是例外 你看這一張 這是今年第一天 2023年開春第一天 我送大家14001有沒有 扣3D提管機 所以這是絕技 你一輩子要學會的絕技 未來是不可一知的 每個人面對未來都會充滿 害怕跟恐懼 如果你沒有技術的話 可是你有最強預告技術 過去怎麼漲 拉回來之後就會怎麼漲 是不是完全獲得驗證 好了 1月3號的這個結構 跟現在有什麼關係 什麼123法則 然後再跟各位配合有沒有 來 好 所以今天再跟各位完整的 跟各位說明一下 來你注意看 好有沒有 好我們先看這個轉折 有沒有就是1月3號 有沒有1月3號14001 好 站在這個角度看未來 那是不是扣3D 扣3D嘛 後面是噴出 沒有錯 我們昨天各位算過 噴13週回檔3週很OK 好來 未來呢 站在下週角度 好我們假設好了 好今天是不是漲了167點 好我們大人假設 假設下週跌100點好不好 就我們看今天收盤價 今天是15579對不對 好下週跌100點 是15479來 好 假設下週是15479 好假設 假設下週15479 是不是跌100點 是跌 下週是跌100點對不對 假設最弱是跌100點 然後呢 你站在下週角度看未來 你看到什麼雏形 你看到他扣低啦 懂我意思嗎 你看這裡扣3D 這裡扣3D 這裡也是扣3D 結果呢 前面的扣3D後面都噴出 噴出 噴出對不對 來說 這個站在假設下週跌100點 下週跌100點 說到15479 他未來上都是扣3D 假設是漲100點的15679 更是扣3D 也就是說 不管下週如何的震盪跟整理 只要這個數字沒有破 來 15 各位做打字做加強信心 關注15337 只要這個守住 他就幾乎笃定扣3D了 那每次聽到我講扣3D 答案什麼 提款機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噴出的 噴出的格局 你看 在未來現在週開始 笃定會扣3D的背景下 你再回來看這個 有沒有 我昨天會教學有沒有 投注你看 這今年幾月6月份 去年6月份是不是出現死差 我昨天畫了沒有 來 1跌破2反彈回抽3重挫 你看 這是去年6月 6月半年線跟年線出現死亡交叉之後 是不是6月看清楚是不是6月 結尾你看 6月7月8月9月10月 6、7、8、9、10 長均線出現死亡交叉之後 後面5個月都活在死亡交叉的陰影底下 好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你今天是不是看到金差了 是不是你看 我再跟各位畫一次 去年 去年因為死亡交叉 然後股價的走法是先跌破均線 反彈回抽之後 有5個月的時間活在空頭的陰影修正底下 沒有錯 好 那你現在擺在你眼前是什麼 是一個金差 跟去年完全做對沖的金差 有沒有 這是金差 好 長均線金差之後是不是突破 先突破均線 再回撤均線 未來按照過去的去年的模型 做正反的對沖 去年死差之後 有5個月在死亡交叉的空頭修正 時空背景之下 那現在你眼睛看 你看到金差 那會不會未來5個月 都會有多頭的加持呢 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要跟各位講的事情 然後再配合我跟各位講的有沒有 出現了扣3D 15337沒有破扣3D提管機 是不是相輔相成 所以未來肯定 賭定會有更多更強的主生日表股 懂我意思嗎 然後同樣再給各位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這是大盤對不對 這是大盤對不對 你看這個台積電 他也是金差 他也是去年出現死亡交叉後 股價一波修正之後 那現在經過打底之後 均線終於金差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趨勢是很明確的 那既然連權王的趨勢都是如此 那更避論中小型標股了 懂我意思嗎 解完了 好這是技術面 我除了這個技術面之外呢 還會各位用轉折預告 去推估假設 來看我 來 假設兩週後一根中長紅 然後他站上一萬六之後 未來的轉折的預估值會跑到哪裡 我這個禮拜天的戰報會不會做三百推演 去大膽去假設 當未來一波攻上萬六之後 轉折的預告值會坐落在什麼地方 永遠可以領先市場先制到 當你領先市場先制到 你絕對是贏家 懂我意思嗎 所以請各位務必無論如何都要鎖定了 有沒有 所以找到方法 選對老師就可以找到獲利 有沒有你看美食 箭頭很明確107噴到168 可以接受吧 這個箭頭有沒有值千斤價萬斤 然後你看這個 我是電子財政的分析師 立德30583月15號 發專門研究報告叮咚通知所有會員跟用戶 立德未來有200億元的訂單 箭頭很明確 然後就噴翻了 沒有錯 所以領先永遠最好 園區的第一手訊息 覺得是你未來股市的獲利的基石有沒有 立德第二 立德賺完之後準備賺立德第二 這是我們會員的新生 有沒有 好 我們昨天各位預告過了 下週三前務必要完成報名 因為今天已經噴7%了 賣一天少賺一天 把握機會 你還有兩天可以報名 立德第二你還有兩天可以報名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機會 好你再來看這個是紅旗資訊 155 好買期漲第一天 好他噴到155.5噴到29 其實今天漲停是298 再創新高 好 漲多噴出不要追 可是當我們的團隊幫各位選到什麼 抓到全新AI組成標股 未來三年每年都有三成以上的年複合成長率 這是很大的利多 OMO跟D2C的解決方案 好 銀行獲利目標有8成2 好投資員來看 昨天有沒有 我們看這個 剛剛給各位看過了 昨天出現扣3G的訊號 今天直接AI叮咚一下又噴漲停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 我們賺到的不只是暴利 還有這個幸福 重點是什麼 你要對未來充滿著信心跟霸氣 這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們的AI箭頭馬力APP 會給你這樣子的價值 買點很明確 賣點很明確 來看有沒有 買點明確 賣點也很明確 然後你找到一檔組生日標股之後 你要花時間滾出雪球般的獲利 有沒有 AI的箭頭跟馬力 我們升級改版之後 兩個合并合而為一 蹦出火花 蹦出了非常強大的火花 因為他幫我們找個理念 用這個花時間滾出雪球般獲利的理念 發揮到淋漓盡致 跟無懈可擊的境界 頭部你看 有沒有 來你看這個泰帽 有沒有泰帽 出現起漲36.2 然後噴到91.6 三字頭變九字頭賺1.53倍 你看今天的2230 今天一樣噴 中間 任何標股 漲勢過程中一定會震盪 可是你不能因為震盪就賣光光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要賺翻倍標股 你必須培養的氣質跟風範 你看這個艾浦 180噴到338 然後這是TI採購有沒有 講過N次的 未來蓋兩座新的經驗廠 產能全部否車用 那不就是跟你直接表明了嗎 車用的成長性是非常之大的 然後你知道這種園區的第一手訊息之後 滑浮38 箭頭很明確 起漲第一天還有叮咚通知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賣點 到今天為止馬力都是紅色 沒有一天是翻綠色 強迫你暴饒 強迫你暴饒的回饋是什麼 是1.69倍 懂我意思 熱視率21.2噴到45塊錢 都是一樣的模式說 利用AI的跟馬力 利用箭頭跟馬力 可以幫我們把滾雪球的獲利鑽進口袋 把這個理念發揮到淋漓盡致 無懈可及的境界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握 這是我們苦練20年 歷史兩年後 然後還經過再升級改版之後 才能夠幫我創造這麼強大的武器 務必要擁有 驚為天人讚嘆不宜 你看 4月11號是不是丁董通知市電 每一個用戶都被通知買市電 87塊錢 噴到104 這個箭頭有沒有起漲點 是不是一路續報 有 然後你再來看這個是4月7號 4月7號是陳田 4月7號陳田35 是不是箭頭 起漲第一天 箭頭很明確 丁董每個用戶通知你買35 今天是漲停47 有沒有 再來 那這是誰 這是6234 4月13號6234的高橋 你看 請用戶 APP選出高橋 請用戶看主聲一滴的起漲點頭 丁董通知所有的用戶 然後價格在26.7 26.7丁董後到今天 完全沒有賣訊3期的 是不是還包含什麼 月峰 26.28.65丁董通知 起漲都很明確 就是一個箭頭通知你 然後證明起漲第一天買點很明確 然後會丁董通知 有沒有 好 每個用戶被接收 被丁董之後 馬上打開APP去檢查 是不是有看到箭頭 然後後面就噴了 是不是 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是最簡單信服的操作的模式 買點很明確 賣點很明確 APP帶給你無限的光明跟美好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握 只要你願意開始 永遠都不會太遲 你看我們還有什麼技術班送給你 扣3D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台積電 跟大盤兩週之後都會賭定扣3D 扣3D是提款機 這是個絕技 就是說你面對的是不可預知的未來 可是你透過學習 透過網路技術班的學習 然後安裝好APP之後 你可以驗證我們的APP 是由我們教你的技術 打造出來的神器 有沒有 光潔42噴到80還在爆 還在賺9乘3還在爆 準翻倍的標股 好 飛鴻42扣3D提款機 賺到79.8 賺87 未來也以EV電動車 成長充電裝的成長趨勢 賭定會翻倍 時間的早晚而已 懂我意思嗎 你看 全部買主升段 主升段標股通通鎖定 騎掌第一天 堅持主升 專攻騎掌 這是我們的理念 扣3D提款機 就是你一輩子可以大富大貴 爆賺的絕技 趕緊利用偶爾連假的三天 可以上我們的官網來做免費學習 有沒有 最強的AI箭頭 搭配馬力的獲利賣點 超強精準 非常之明確 你錯過了泰茂 艾浦 華福跟樂士 然後宏基資訊 四店 其實你也錯過怎麼辦呢 全線的股票 你看我們4月份 叮咚的高橋成田月峰噴漲停 然後昨天邀請的深層4AI 今天亮燈漲停 隱含未來獲利目標 都已經先算好了 領先永遠是全市長最強大的贏家 還有利得 利得錯過4月份噴7成9 利得第二 EPS竟然是暴增10倍 你要有鎖定之後 你要雄心壯志 買進暴老去花時間 滾出雪球般的獲利 這是我的理念 請各位把握機會 再跟各位加油打氣 每一波的跌勢結束 今天是不是收繳 收繳代表跌勢修正結束 好 每一波的跌勢結束之後 都是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過去三次都驗證 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所以請各位務必把握 吸收會期持股診斷 APP送給你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來的留言 或者是0800-66-8085 來這邊做諮詢就OK了 記住了 1537守住 下周期聽清楚 我的結論我的答案 會有更多更強的主升標股發動 主升標股發動我們APP 會選出來之後 會叮咚通知所有用戶 所以趕緊把握時間 把它安裝好 另外我們還有禮拜天的最強戰報 除了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 分享的長均線金叉之外 還要配合總金 還有產業循環的分析 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未來的第二季第三季 篤定會有更多更強的標股 請各位拿出霸氣 節目最後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和分享 最貴超盤順利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按讚